2019热情南投新动力就业博览会 将于10月26日在南投县会展中心登场 当天将有45家优质厂商释出2000个职缺 并开出优渥新制条件征求好人才 县长黎明珍邀请有就业需求 或想要转换跑道追求高薪优质职缺的乡亲 把握机会踊跃前来应征 为了使就业博览会活动更真完善 印证的民众和厂商每个过程更顺利流畅 随了处长林志忠召开协调会议 了解协办单位工作进度以及筹备情形 林处长表示 此次就业博览会 县府邀请45家优质企业厂商联合征裁 提供2000个热门工作机会 且平均每5个工作就有一个薪资上看40K 其中环宏科技公司更是寄出最高月薪70K的职缺 相当难得 期盼透过此次就业博览会 让所有县民都能够重获工作热情 成为高薪人生的胜利主 这一次有参与征裁的厂商有包括大力光 环农科技还有永峰站 韩碧楼等45家优质的企业厂商来联合征裁 平均每5个职缺就有一个上看月薪4万元 另外环宏科技更开出月薪7万元的职缺 这次参与的厂商有包括科技业 电子业还有制造业另外也有食品业还有餐饮服务业等等 我们南投县的人口这个副成长也希望说多增加就业的机会 能够让青年返乡或是你目前可能在外县市工作 并不是那么顺遂的民众也能够返乡 来为南投县一起来打拼 另外林处长也指出 本次首度推出交通及运输业联合征载算区 邀请各大客运公司以及在地职业驾训公司参与 释出的职缺待遇也相当不错 有大客车以及连接车驾照 想加入驾驶行列的朋友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这一次我们特别来推出交通跟运输 联合征载的专区 我们有邀请到包括国光客运 统联客运还有总达园林客运 还有南投客运跟生大交通有限公司联合来征载 所释出的职缺待遇也相当的不错 希望说领友大客车跟连接车驾照的朋友们 能够踊跃地来参与征载 活动当天现场 不仅提供各行各业就业机会 以提高中高龄民众求职技巧 以及职缺讯息 还有免费的四张按摩 彩妆以及预检等服务 另外当天前300位求职者 幸福将赠送早鸟精美小礼物一份 现场优先完成履历天蝎罪 更加码赠送绿化苗目200株 记者伤心福 南投采访报导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